我叫赵仪毕业于中央省马丁艺术设计学员 土生土长三里屯 三里屯有五套房 北京也有四合院 三里屯一姐 从事作品节教师八年了 他给了自己一个title叫三里屯一姐 五套房加四合院 好哼 太好哼了 娘子这得多少钱现在 这得十亿以上了吗 是吧 不好意思给人开工资的 那么这是来求职的吗 这是来炫富的吧 这就是我家我家到了 欢迎来到三里屯一姐的家 哇这个猫好可爱啊 我家有两只猫 是我可爱的宝宝 这个猫很可爱 然后我什么东西都是粉色的 然后我们这边所谓三里屯一姐 我们这边什么都挺贵的 差不多这猫剪一次毛就要四百块钱 哇 剪一次毛就四百块钱 这猫剪毛比我理发贵 你就是我粉色蕾丝少女屋 哇好烂嘛你看到没有 哇三十四岁的房间 好少女啊 跟我女儿的差不多 因为我学美术的毛维科少女心 太少女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都是粉色的 比如说我很喜欢收集粉色的酒 我自己的画就是 我很喜欢莫奈的 然后根据莫奈的自己会画一些创作 平时收集一些玩偶 也都是粉色系 少女心啊 我平时呢 因为我土生土长三连团 这边我家有五套房 又来一遍 然后因为我在做自己的公众号 作品底大拿是做留学的 所以就也有我的设计跟插画作品 所以我平时在这会直播 那么也是都是粉色的 少女房哎 那么这边就是平时 我是民间插画 小头像艺人 所以我会经常画这种 这是我的偶像 意大利的莫迪利安尼 后印象派的 这是我根据他的珍妮的作品 自己做的插画 然后我自创的名字叫Joster 有一段我用的名字叫Joster Bobo 这都是我自己自创的 其实我有很多这种自创的画 所有的柴华小头像 在我的公众号作品 几单的白球鞋上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自己的人设 过来很实情画意 那我也实情画意 可以看到窗帘也是粉色的 那么这边就是 我猫猫平时跟我的小猫会聊天 在这边 那么都是公主这种系列 像我的猫咪的衣服也是粉色的 那么这边就是石管区 就所谓三连图一点 就是CBD尽收眼底 然后所谓的海景房 我们这边是亮壳合景房 就开窗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景色 三连图和国貌 所以为什么叫三连图一点呢 就是三连图粉色雷丝屋 就是一切都是 everything is pink 留学归来 名校毕业 却有创业失败的赵仪 自信满满 却有缺乏职业方向 外向又不羁的性格 也让他屡屡受挫 节目组特意请来职场专家 张大豆进行职场定位培训 你怎么评价你的性格 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性格就比较拽 别人说怎么怎么着 我们家有四合院 五套房子 我们家有四合院 我就是牛 就是你跟我拼学历 你拼不过 拼长长 拼身材 你也拼不过 拼家长 你也拼不过 我觉得我自己 几乎99%是完美的 他身上带一种骄傲 你觉得你的1%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可能国内会觉得 你有一点胖 或者你不够谦虚 但是在外国 我很张扬我自己个性 我的英语很好 然后我很奔放 我觉得这是优点 对 包括我性感 怎样 我就是 自己就是这个性格 就是别人喜欢 我说 I don't care 你之前的职场当中 有没有跟老板 发生过冲突 有 我都跟我老板说 你压不住千里马 我是一匹千里马 你要做很特殊的伯落 我的老板都说 Oh I know So what 我不是 我每个公司 都是我 我fair老板 各位导师要小心一点 因为他刚才说到 他特别不喜欢被人怼 不喜欢怼就别来 是吧 你要一个人被改造 他肯定不是舒服的 被改造一定是痛苦的 他为什么不自己干一个呢 因为他你说 他也有钱 也不怕赔 对吧 寂寞了 寂寞了 想体验艰苦的人生了 来说说你这次求知的目的 我自己其实想做导师 就是我去讲课 我也去大学讲课 我也好听 学生讲课 他们很喜欢我讲课的 韵律 包括我的头脑这些 一场一百个学生 我能引流十个二十个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我老师已经做到顶端了 因为我学生耶路 MA 就我教平面拆伙 也拿到过offer 我已经做到平静期了 那我就想 我可以做前端 我可以用我的口才去吸引人 但我到了职场去 我说 然后很多老板就觉得 你学历不错 你懂的也不错 你来做顾问岗文 就是让我用嘴去说 但是有些老板又说 你直接来做前端的顾问 去给学生解答 所以我自己有点confused 到底我是做技能性的 还是做前端的这种 再到后来 我发现我个人其实很有特色 我就开始直播什么的 我发现 其实用个人也可以去吸引别人 想做网红路线吗 对 有一点点 有想过自己会成为网红吗 其实我还挺小有名气的 在三里头这一代 因为我有一个公众号 其实还挺火的 多少粉丝 几千吧 但我的粉丝都是有效粉丝 年性比较高 对 而且我发现学艺术的人 其实以前也吃过很多亏 就是挺艺术家 我老觉得自己很牛 但是我要把精力放在画上 那我很难出道 所以我基本上从事 一年我就把精力放在商业上了 因为大家都说 我们这个行业是金字塔尖的人 就是出国的人 里边又学美术 又去名校的人 所以现在就是遇到点平静期 不知道到底是应该 还是从事这个工作 还是应该换别的 就是做设计啊什么的 你身上可以提炼三个核心点 第一个是 你突出了性格 但是不能让性格 呈现出太大太大太大的负面感觉 因为你要进入职业 看他很不耐烦的表情 最后变成全世界都不懂 他真的要进入企业很难 第二 你的经历 留学经历是你的优势 对吗 你要呈现出自己也创过业 对吧 设计师当中 懂商业的人不也挺好 第三个核心点 给大家一颗定心丸 他已经开始抗拒了 他在抗拒 你是沉下心来 有两年到三年行吗 跟大家说 我要在商业当中 要用我的艺术 做出好的作品来 给大家点信心啊 你前面天花乱坠一套 大家认为 哇这是一颗 牵不住的野马 也不会有比较好的下 他并不喜欢说教 对吗 所以这三个点 我认为在面试当中 你可以足以呈现的话 应该你会在这个场上 收获一份自己不错的职业 真不是 我这聊的全都在蒙的 你说什么是什么 我现在头真的蒙的 他给我完全聊跑偏了 真的 哈哈哈哈 其实 其实我看完这段MAC 然后一直在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吗 就是如果说 我三菱团有五套房 然后的话 也有四合院的话 我现在在干嘛 哈哈 我可能会去在一个城市开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奇迦哈尔口吃店 因为我是奇迦哈尔人嘛 我可能就做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事情 六位老板你觉得你hold得住吗 有没有价值被我们hold啊 这个我觉得不是hold得住hold不住的问题 而是他本身的这个是带着玩的目的 我觉得你这么提问就出了 就合得来合不来的问题 不是hold不住hold的问题 他展现了一些自我认知和定位 以及这个职业规划的迷乱 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是可以帮他梳理 引导和改造升级 对吧 我觉得那个人家既然来了 我们也给一些反馈职业 职业规划的指导 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六位老板 有没有现在要退出的 好 有两位没有退出 东东不退出 东东不退出 杨总不退出 我当然要不退出了 因为刚刚你说的那个假设 我就不是特别认可说 假设我有五套旁 我会怎么样啊 人没有说我如果怎么样了 我就一定会怎么样 因为你到了那个台阶上 你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你的欲望又是不一样的 我要看看他 我要看看他 好的 来我们邀请他闪亮登场吧 大家好 我叫赵怡 毕业于中央圣买丁艺术业设计学院和北京电视学院 生活在英国五年之久 同名品牌白球鞋是民间插画小头像艺人 想在这寻找一份IP个人服务化和作品级教师主管工作 谢谢 你那个不断强调啊 三里图一姐 五套房 一个四个院 强调了两遍啊 这些房产是在你名下 你还是 家里的 其实就我自己只有一套 其他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只是为了轰托一些个人IP 如果我想有一个点 爆点 我只是做一下这个 我是求职 如果我这么牛 我为什么还要求职 对吧 对 所以那你就不要渲染和强调这个嘛 这个东西 你必须有一个爆点 叫标题党 我要有一个点 那么你们才会做我产生性的 才会跟别人语重不同 那么你们才会了解我 但你有没有觉得适得其反 你刚一上来 他们都把你面对好了 艺术是一个精神上的东西 我只有达到了物质层面 我才有精神层面 所以其实我想表达的是这种 就是说我自己各方面条件还是不错 课班出身 所以我在教艺术上 教学生没有问题 所以他可能没有理解我 他可能就觉得 他可能单纯的炫富或者怎样 其实很多人他想炫 他也没得炫 你强调了一个文化冲突 你强调的是 圣马丁的一个艺术家 对不对 有了很好的艺术造诣 自己也会画画 这是在很高的一个饭的 那个饭是非常非常 讨人喜欢的一个饭 先到那个段位的人 一般都不见下来 见到我要爆点 我要爆点爆点爆点 我要做网红 或者我要做 做那个三里屯一姐 这种给我强大的这个冲突感 这个冲突感让我很缓红 知道吧 我到底看他是一个网红的 还是看他是一个艺术家 你用三里屯一姐 五套房吸引的只能是跟艺术无关的人 是 这一点也是我自己困惑的 以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财女 我在用我的东西去吸引人 我不是说特别自信 说特别牛啊 但我觉得肯定还OK 因为很多人他没有这种talent 对吧 但我想跟您说 后来呢互联网时代来了 我玩抖音 随便玩一玩 我就玩到了五万粉丝 我没有任何去说我话话 我就发现 哎 这个很奇怪啊 怎么我就晒一晒我的长相 身材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自己的IP 我也有一点confused 我不知道 所以你用你的这些外形 外在的所谓 还不属于你的这些财富的符号 去打造自己的IP 和你追求的艺术 以及为艺术辅导 是大相径庭 南辕北辙的 我不支持守宾大哥的意见 我现在后悔吧 我觉得他确实是hold不住 但首先他是学艺术的 作为一个学艺术的人 他本身就不要天马行空 我觉得这是他的特质 我觉得确实是年龄问题 有代沟 其实我还是挺支持他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 他是一个头脑清晰 有逻辑的人 这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那在新媒体时代 他去打造他个人品牌 IP不管怎么样 他用这样的方式 先博得了大众对他的关注 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 在这个社会当中 很多人是没有机会的 那我先赢得了机会 再展现实力 对吧 我们也实现了扭转和翻牌 只是可能对于我们老一辈的 企业家和投资人来说 可能无法接受 但是我觉得在新媒体时代 我是接受的 我为你点赞 在新媒体时代 不代表哗众取宠 他的营销方式之一 张雪峰 粉丝一青都外 叫张雪峰 没有叫什么一哥一姐 贺东东 叫贺东东 没有叫什么一哥一姐 张莫凡 叫张莫凡 杜子健 叫杜子健 都是百万千万级粉丝 这都是大粉丝 就不把这个名字 给自己标签化 这个一姐 其实它不是一个IP 只是一个玩笑 理解吗 它就是朋友间开玩笑 不是 我觉得你们有点放大了 我以前拍视频的时候 也老说我是摆子弯一姐 对啊 就是开玩笑 难道你们不看抖音吗 是不是 我只是给自己一个影子 就好玩 怎么了 北京大妞就好玩 对吧 叫北京压头骗子 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一姐 我不是说我多么多么牛 还是要用自己的专业的东西 去打动别人 让别人觉得你值这个钱 有价值 如果别人喜欢我 不是因为我家里有什么 而是因为我的性格 而且我想跟大家说 艺术人就是这样 如果你灭掉我了 你也不要选择我 我也不care了 我看你在简历上 你现在已经是在做一个品牌 对吧 对 那你 你这个品牌是来找工作 你是不做的吗 还是说要 要兼着做 这个品牌是关于 艺术教育的 是想把这个品牌扩大化 把它扩大化 跟你找工作 好像是矛盾的 因为不是 可以做个人IP吗 因为我一直在做 这个品牌的个人IP 你这已经 涉及到IP变现了 他不是说做个人IP了 因为你自己 还有一个品牌 还有一个留学的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你自己已经在一个单位全职 然后的话你说你做副业 你做副业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你又把你的副业 给他放的比较大 我很难判断说 你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以后 你把你的副业和 你找的工作 哪个是放在核心 很明显你是不想放的 对吧 你作品级这个东西 你肯定是不想放的 这是我的主业 跟我的品牌都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 你找个工作是副业的吗 找的工作也是这方面的工作呀 像我们学美术的 你要不然做艺术家 要不然你做老师 我这个行业有一点冷门 其实我代表了一大批海归 名校毕业的 各种设计来的海归 那么我们家里花了很多钱出国 名校我家里也花了200多元去学的 那么回来我这个职位 职场工资只有一万三 很多老师只有一万二 我请教你几个问题啊 作品级机构是个什么概念 其实现在这个行业有一点冷门 但也挺火的 就是咱们不是学生出国要学英语吗 那么我们美术也有培训 比如平面设计 插画服装 那么你如果申请英美最高院校的本科研究生 你是需要一个作品级 叫Art Portfolio 就是比如说你的孩子 想申一鲁研究生平面设计 并不是给到几张design 是给到70页的 我们是里边有步骤的 一步一步的 就是整个这个学习和创作的过程都要 对 都要表现出来 对 然后你在一个电子版 所以我们老师就负责 帮这些学生拿到名校的offer 那我想问你 在未来五年 先不说长啊 你给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是怎么做的 我其实是想有自己独立的机构 但是因为现在市面上机构太多了 而且资本运作就是我扛不过他们 我自己之前跟何宛人做过两个机构 但是我就是美术生 我没有太在乎法务 所以这两个机构与我没什么关系 我不占里边的股权 所以我不太懂这些上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个节目 我是想梳理一下我自己的 就那两个机构依然在 但与你没关系 对 但是是我做的 我一直是做教育的 我觉得我 无论我的学历 我的专业 都比很多人强 为什么我开始要说 我自己三连团怎么怎么样 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北京人很牛 那么北京人我共美福中的 我初中高中 我全国第七考的电影学 我每一步走的都很稳 我中央上买丁 我去中央上买丁的时候 亚洲人很少 所以我就有这个能力 去告诉大家美术是什么 所以我希望我自己 可以稍微粉丝多一些 你不会坏坏 我闭着眼睛教你六个月 我能帮你搞到名校offer 这就是我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的人 很具备 成为网红的资格 不一定网红 就是要做美妆或者什么 我是教育类的网红 有什么问题 六个月 六个月你能帮助一个小白 拿到名校的offer 对 我每年都是这样 我已经做了八年了 太厉害了赵姨 我要早点认识你就好了 赵姨带作品来了吗 我好期待看她作品 有部分作品 这个作品其实也是 差不多七八年前画的 我虽然不懂艺术 我们欣赏一下艺术 我就想看作品 来我们看看 好期待 各位嘉宾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以前是 在中央社买丁做的插画展 然后可以在官网上看到 2013年 我在中央社买丁 每年平面设计专业是有200个人 里边画的全年纪最好 15个人可以进插画 那么我当然就以全年纪 就这15个人当中 只有我一个亚洲人 我进了这15个人 所以我毕业是 以艺术家形式毕业的 这些是油画 就这个是一个系列 当时在英国卖的 这些也是上学时候做的 我的风格就是这种 我画过很多很多 她画也很欧美 对 就是我有自己的style 这个就是我已经摆的量产了 在国贸我有小店 就是可以往外走 包括手机壳 然后这些也是 我以前做的头像丁制 就是一些简单的 这是我的logo 基本14年开始 我就在一直做老师 我其实去很多大学讲过课 每年我可以帮到 40个学生拿offer 那么英国从伦敦艺术大学 然后美国耶鲁到SVA Parsons 就是一个学生 他的MA可以拿到9所 英国 美国所有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很有信心 任何一个人找我学 我能帮你拿到offer 然后这些就是给到一些我学生的案例 那么这个学生呢 就是我自己VIP单独签的学生 这个学生找我学了4个月吧 他是高二 直接拿到中央圣摆钉 带1的offer 对 我看不懂鞋子那个位置 为什么在面部 是一个设计 这个创意嘛 你看不懂 就是你年纪大了 创意它是有艺术逻辑的 其实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懂 杜大爷 你是不是感觉这就是鞋靶子脸 哎呀 这就是代勾 这不是代勾 相当于说你问你在问毕加索 毕加索你这个为什么是这个画 你知道吧 毕加索要敢这么画 这就不问了 毕加索画的比我还要夸张 这些就是我给到一些我学生的作品 那么我们作品集 其实一个作品集可能会70页 这样的叫做一页 像这样的一页 我们会有70页 然后发到英美去学校 才能拿到offer 所以我不想自己去做设计师 因为我已经从事 教别人做设计师很多年了 看完你的作品和听你讲啊 和你之前给我们的造成的这种印象的传递啊 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我是建议你以后 在介绍自己和打造IP的时候 不要再说什么这个三里屯一姐啊 五套房一个四合院 这和你要做从事的职业工作和事业规划 是不匹配的 是没有价值的 是没有作用的 比如说看完你的这些作品和你介绍 你做这个艺术留学申请的辅导方面如此之牛 你应该给自己的IP的定位 举例子说啊 可以是艺术留学一姐啊 是吧 作品级辅导一姐啊 跟那个三里屯一姐 完全把这些东西去掉 所以这个叫做个人IP打造吗 就是在当代这个时代 你可以很有特点 就是说如果我学习好别人就说 他就是个穷书生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我家非常有钱 我不穷 我又有钱 我又有身材 我又有学历 这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我可以这样 稍微夸张一点点 真的就是我刚才就想地挺他一下 在他上场之前 其实我是真的对他可能有点有色眼镜的 通过刚才的VCR 然后我就灭掉了嘛 但是他上来到现在 我真的觉得他用个人品牌 包括他自己的定义 至少他博得了大家的大众眼球 对他的吸引 而且坐到这里 其实他讲的话的内容和他的专业 我觉得也是很贴合的 就是相反 我真的说我内心的感觉 我开始变得喜欢他了 就是我觉得他们怎么看完我的作品之后 就对我另眼相看了呢 还是之前就是反差太大 但是其实我想达到就是这种效果 如果你发现一个东西好 你从外边是看不到的 你要去研究它 赵姨我问一个问题 你现在做这个机构的话 一年大概能招多少人 我想知道一下你的一年的营收 你现在目前这个机构一年的营收 大机构年产值两个亿 就是最大的机构年产值是两个亿 对对对 就价值对 那太扭了 那你觉得你今天 你想找到这样一份工作的话 你让我们在资民体上给你赋能 帮你去招生的话 你觉得你能做到多少 我一年能hold住50到70个学生吧 雪芳老师可以收着 来 我们现在进入决策时刻 陈伟总 你是要反转 我决定反转 我还是那句话 我坚持 我觉得他得体的营销 是没有错的 我要给他一个机会 杜老师 你现在要反转吗 坚持对错 好 那个莫凡 你现在要反转吗 我啊 我不反转 但我觉得我可以跟他成为朋友 好的 那吕总 你要反转吗 我也不反转 但我越来越欣赏他 杨总 你现在是要退出还是要留下 我退出 你应该把家里多少房和学历的优越 如果你想追求职业的成功 无论是寻找一份职业还是创业 把这些东西放下 认真地梳理一下你在艺术的追求 你在艺术培训上的追求 来塑造他 我做了这么多沟通 你也不放弃这个职业 我觉得你的职业追求规划还依然迷乱 所以我没有offer给你 我留下 我也留灯 你做教育的应该是听错过的吧 没听过 直接啪啪打脸 你看 你说教育可以有大V可以有流量对吧 你觉得教育界的大V和流量 大概粉丝有多少人叫教育界的大V和流量呢 30万以上吧 30万以上 我微博粉丝627万 我的抖音粉丝大概900万 应该在你眼里算是一个教育大V了吗 对 但哪行 就哪方面 我是考研辅导 以及高好志愿填报 也就是说 他是你那个职业的前端 你是他职业的后端 我觉得这个人适合张老师 给职位给薪资 OK 每当下是中国新女性价值成长商学院 然后我们拥有60万的女性精准的付费会员 所以你就来负责教我们的小孩和我们的妈妈画画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你的教学在每当下继续开课 然后以后想做网红 然后咱们在课程做好了 我给你送到杜达的业那包装一下都没问题 然后底薪是1万块钱加提成 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教育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给我女儿做私教 但同时我更看好你的个人IP 如果你特别希望能够在快手系或者是抖音系 把你自己的个人IP塑造起来的话 我愿意专门配一个团队帮你打造你的个人IP 我给你的底薪是1万块钱 工作地点在北京 到我了 然后的话打造教育网红这一块应该在做的里边 我是最专业的 因为我是真真正正的教育网红 然后我给你的职位 就是你现在想做的 就是你想做的这样一个留学的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合作一个机构 然后这个机构的话 合作的形式你可以来定 也可以以你为主 我给你投点钱占一部分的股份 也可以这个机构以我为主 这个钱就是我们花 然后的话我会给你打造成一个教育IP 让你在整个的留学里 美术留学领域里边 做成一个比较大的机构 底薪的话我觉得我没法给你开一个底薪 因为你现在想做的是一个自己的机构 其实我还是真的觉得雪峰老师那蛮适合你的 来我们给你十秒钟考虑时间 赵姨你最后的选择是 选你 选我是吧 对 好谢谢 赵姨 挺棒的 我也挺支持她的 他们俩确实很爱吃 对是的 非常明智的 是的其实也帮雪峰老师拓展了业务 机会给的好 选择的人也好 其实一开始我是搬着杜子健来 杜老师来的 但是 这我真的是开玩笑 你们不理解 我爱你 咱俩等会加微信 其实我自己也很confused 到底我自己是应该 做一个这种教育类的网红 还是应该做一个职场上这种 但是因为张雪峰这个主持人 他还挺好的跟我说 可能做一个机构或者怎样怎样 教育类 他可能跟我规划一下 我觉得还好吧 下面我们来看 下一位全务职全手的VCR 我叫张云池 今年24岁 来自江苏南京 现在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一名商科硕士 最早是想做产品经理的 也是想要做一个 能够改变世界的产品 像乔布斯那种药主 我先声明一下 这个人的简历 我看了我要参与抢的 这么厉害 对我要参与抢的 你这上人是名枪市井 对 我的寝室开的家打印店 名叫纳克斯加大打印店 这是我的床位 床位的下面是一台激光打印机 上面是一台喷墨打印机 这是我的轻薄本 哦 想搞钱 只想搞钱 上面是我负责的 Shopee杨潘企画 刚刚在官网上线 这是性能本 主要用来码代码 它不是学写代码的 但是它会写代码 对 大家看一下 刚才它那个写代码 它是国际商务硕士 现在我供职的是Shopee 我们是东南亚最大的跨境电商 好 跨境电商还带过的 看来很优秀啊 现在我这个岗位叫BD 就是未来可能是要做招商方向的 但是现在其实我也没有做招商的工作 做一个Shopee认证的电商培训机构 他是个文科生 但他的理工科思维非常好 这个人才特别自相 虽然有着不少的工作经历 但即将走出校园的张明池 职场定位依然有些迷茫 节目组特意安排了职场改造老师七千 和他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 以便能更好地帮助张明池 找到未来就业的方向 我可能和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一样 我没有一个特别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最早在金融可能是听父母说 金融又稳定又赚钱 然后就发现互联网更赚钱 最新的是在电商 可能就是看到哪个行业赚钱就往哪边去 但是可能对于行业的认识上 还有个人的兴趣上 可能这两方面都是 都不太清楚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会对赚钱这个事情 这么的有执念呢 可能多种原因吧 可能是像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去读研了 但同学们找工作的比较多了 然后见证了一批开奖 然后发现真的是工资就是相差其实是挺多的 所以后面就开始拼命地找了很多实习 然后想要去看看到底哪个行业发展得更好 但是可能也是只是作为一个螺丝钉的这个状态 可能也没有办法看得很仔细了 你现在的话在选行业这个上面 就是最大的一个基础是什么 唯一的动机就是他现在赚钱 未来也能赚钱 可能就是这个感觉 他实际上是在找自己的这个职业方向 但是他的目的是非常清晰的 只想搞钱嘛 其实很多很多应届毕业生 他上了以后他进入哪个行业 他真的不太了解的 因为现在很多学生也好家长也好 他对专业和行业的连接 他是不了解的 他以为说我学这个专业我是干啥的 但是其实这个专业在各行各业都有所需求 很多人是不了解的 但是当他毕业的时候 他发现我学了某一个专业 我未来要跟某一个行业挂连接的时候 我到底该跟哪个行业挂连接 这是大家所缺失的 是的 而且我要跟各位老板团那个补充一下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霸 他是保研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 那除此 是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大连外国语大学 然后除此之外呢 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趣的点 就是他可以任何领域里面快速的做得很好 但是他没有自己热爱的领域 你想一个所谓的文科生他会编程 所以说他的学习能力是没有 蛮厉害的 但是我特别不认可年轻人说我没有兴趣的这件事 之前就有人问过我 说我找不到我自己的兴趣 我要从事哪个行业 我说你对钱感兴趣吧 你就找赚钱的行业呀 可是什么行业做好了都很挣钱呀 对呀 就是这个点呀 就是你把赚钱当你的目标 先当你的兴趣 那无论你进入哪个行业 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啊 你不要非得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 慢慢你搞着搞着钱 你可能就爱上这个行业了呢 没错 我们接下来来做一个特别有趣的测试啊 就是也是帮助名持去发现自己啊 以下呢有一些随机 我们从办公室里面可以拿到的这些东西 如果说我让你在这些东西里面选择一样 代表你自己你会选择哪一个 这个是在测试他的潜意识 他到底想要去做什么样的行业里面 要说代表我的话 我可能会选这个本子 不过现在是用的那种 Google Drive的电子的那个记录本 大家记住这个本子 就是这个就代表你自己 对吧 我们接下来就是给这些东西赋予一个 你喜欢的行业 这个水其实我想把它就是比喻成 像我现在正在做的电商行业 电商行业 因为已经变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已经没有它不行 成为一个生活必需品 好 那下面计算器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它代表的是数据分析行业 这个是我特别向往的一个行业 但是现在的能力可能还不够 OK 好 手机啊 这我想的是我之前实习的行业 是做电竞社交 就是这个手机APP 那这个呢 本子我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传统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个金融行业 这个5度5 其实我更觉得它像一种 就是公益的服务行业 是让更多的人就是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更开心的 可能是 公益行业 公益行业 OK 我感觉那个行业你就不是很感兴趣 不能满足你这个很多钱的这个需求啊 如果让你随机先去除两个的话 你会去除哪两个 第一直觉 对 你先去哪个 我一猜就是这个公益行业 公益行业 OK OK 再来一个 是游戏行业 游戏 OK 然后再接下来啊 我们淘汰一个 我暂时进不了的 数据分析 在这些基础之上 让你回抽一个 抽哪一个 OK 好 那 回抽的这三样东西啊 哪一个排第二个 OK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最终的排序是什么 最终排序 第一个是电商 对吧 第二个是这个 第三个是金融 它肯定是电商人才啊 没什么商量的 不一定 看最后的结果 看最后的结果 首先呢 以上尝试过的这些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干扰项 从此这些行业不要再干扰你 这个啊 最开始你选择它代表你自己 后来你选择它代表金融行业 这代表其实你的潜意识里面 对于你和金融行业这个事情 选择了同一种载体 这代表其实你心里是 有想做这个东西的 这个呢 是推出去之后又挪回来的 这个就代表 其实是很想做 但是觉得自己能力不达标的 那这个呢 是什么呢 这个在我看来 我觉得排名第一 是因为现在正在做 对它非常的了解 其次觉得它有前景 它也很有钱 对吧 所以其实真的在他心里面 他非常想要去做的这个事情 是跟数据分析类相关的 这样的职业和行业 希望名持呢 能够在整个行业的调研上面 去下更多的功夫 通过跟行业领域的人去打交道 多增加对于这个行业的见解 这样的话呢 会让你去做出非常明确的 yes or no的选择 我特别想知道 他家里条件不好吗 还是为什么这么想搞钱 我觉得两种吧 一种就是他赚钱有乐趣 一种就是可能条件不好 家里条件好也是家里的钱呀 搞出来的钱是自己的钱 两回事吧 可能就是想独立 我当时也是这样 是吧 就是家里是不差的 但是不想花家里的钱 觉得受限制 那我们下面有请张明迟 来到我们的现场 精神小伙 英俊啊 大家好 我叫张明迟 在读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务硕士 我是个很有ownership的人 工作中使命必达 最近在东南亚最大电商 Shopee做成了一个平台 机构 卖家 三方共赢的项目 此外 我通过优化SOP 将卖家从申请到开店的时间 缩短了一半 君子不弃 成绩达人 来到求职高手 我希望加入最优秀的公司 共创未来 谢谢 她在书上让我想起了 我们公司很多年轻 有梦想的人 对 就是身上充满了一种朝气 那个明师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在这个视频当中 一直说什么赚钱 我干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想赚钱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我也特好奇 你的家庭状况怎么样啊 普通家庭 父亲是宁波 吉利汽车的工程师 我母亲是会计这个样子 还蛮不错 但是确实我也经济独立 就不靠家里这样子 那应该是家庭生活条件不错 对金钱应该没那么渴望 从个人出发的话 对对对 金钱我觉得对个人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对社会意义很大 因为赚钱之后 可以给社会做出 有意义的事情啊 就是因为 确实现金流是 抓住机遇 实现抵抗风险 也可以是实现梦想的一个 可能我们见过 很多年轻的小孩 然后他大学期间 可能是因为家庭条件 并没有那么优渥 或者说自己呢 就是有比较高的消费欲望 然后你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你这刚开始 就跟我们挺拔到了 一个特别大的高度 太高了 对 就是你真实的 其实我一直就是 有一个梦想 赚很多的钱 然后想要做一个公益项目 就是一个公益基金 这是我人生的梦想 就是用来 就是像给希望工程 做一个技术基金的 这样的一个人生梦想 这个已经不是有志青年了 这个是国之大志 我觉得它代表了 中国优秀大学毕业生的 一个群体 你有没有什么想问 在座的这些老板的 我们想知道 你们脑子里边在想什么 来怎么看待这些 你求职的这些公司 我真的想知道 优秀的人 在他脑子里边 在选择一家公司的时候 他会看什么 想问一个问题 问所有的老板 就是贵公司 就是您所希望的 下一条增长曲线是什么 直接聊到了战略 你这个问题问题有点大 我一会儿会给你 再一个机会好不好 好吧 因为我看到在我们改造团 跟你对话当中 你对数据分析感兴趣 那么在你来之前 你有没有对我们在座的 老板的公司 做过一些数据分析的准备工作 因为我们是做电商的 直播电商 现在大数据的软件特别的多 知道您的意思 就是所以我特地 刚刚后场的时候 就谈了一下 我们四位KOL的带货数据 就是自媒体账号的数据 他做了调研哦 好用心啊 就是做事情特别严谨 真的是 非常细心 真棒 看不看着 他说四位KOL的时候 直接把我给无视了 我感觉到好几两个 那我不是KOL吗 真是 你这个是属于明显自我伤害 有你 有我吗 哎呦 来来来来 你不就是雪峰吗 张雪峰 你看这不有吗 人家都做了调研 我自己的数据我比较了解 我只能说你用的这个软件不是很准 我抖音的粉丝不是596万 我抖音的粉丝是900多万 那都是买的吗 陆老师我真不想怼你 我说话 你最好 我说话 由现在数字这方面 你说不了了 我说话 你最好不要 你最好不要直接怼我 因为的话 我这个人 对数字是很敏感很较真的 因为上一次 上一次说我买粉的人 被我骂得体无完肤 在乎这个 所以说的话 我非常在乎 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是一个老师 杜老师 也许有人会 也许有人不会 但我一定不会 所以说以后不要给我开这种 就是会影响到一个老师职业道德 或者是操守的这样的玩笑 不管这个数据准不准确 我觉得你这种精神 是值得鼓励的 我要问一下 这个数据其实不难 但是我不知道是你自己的 还是第三番的 是我自己爬的 你自己能爬出这个数据了 后台给你开放了入口 有软件包 它肯定是通过间接手段爬来做对比分析 它不是后台直接导数据 这个其实谈不上什么分析的逻辑了 就是因为我刚刚就是在后掌 也只有几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只要只是就是调用了下来这几个平台的接口 然后去爬了一下数据而已 然后就是做了一个描述性的统计分析 然后从中给了就是一点点的小建议 然后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工作 给我一点建议吧 我给东东老师的建议是 东东老师是增长强大 直播GMV是屡屡登顶 比如快手116 甚至超过了李佳琪和威亚 是有做MCN的能力的 然后暂时是没有找到太大的问题 然后或许以后可以尝试更多的增长曲线 比如说直播可以更多出圈 尝试更多的品类 再比如说梦泉品牌可以尝试更多 像跨境电商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 他建议我出圈 我觉得这个特别棒 是这样的 我们今年就是打算在做出圈这个动作 因为我一直在锤泪美妆 给杜老师一些建议呢 我特期待 给杜老师的建议 当然杜老师的建议其实不是太多 因为确实是抖音这个平台的问题 然后是确实它是个不进则退的一个平台 然后杜老师确实是能做成这样成功 已经确实是很不容易了 然后唯一的小建议是 或许杜老师已经在做了 就是像沉淀思域流样这个样子 其实也是抖音运营的一个比较重要 不是 我不需要做的 我后面的商业模式能看得懂吗 这是我一个人 还是我后面就千捐挖码在那里 这个能分析出来吗 不好意思 我找了您三个掌号呆 这个就只有问题了 就是这样 你要是给我进行 肯定要挑坑 而且我会骂你 为什么呢 就是你不知道里面的整个的商业结构 然后你贸然分析我的数据 而我呢 不是作为一个带货主播 存在于一个平台 他可能连一个KOL的主播 都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无法定义这个主播的真的属性 因为后面隐藏了千捐挖码在那里 不知道干什么 你要把这个搞清楚了 你再去分析也许对的 但是我要替明智说几句话 对于一个刚刚马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 他能够有今天的这种职业素养 在面试前的很短的时间内去爬数据 这样的职业态度 我觉得是特别值得认可的 对 我说关键不在于 他今天这个数据是不是准确 和分析是不是到位 而是做了这件事情特别重要 是的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 你今天一定是有备而来 我觉得是无用功 因为第三班工具在那里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这个第三班工具 他做一定是加分的非常重要的 杜老师 他能做 做完以后的话 他有思考 他有分析 他有建议 哪怕他建议是错的 都是好的 杜老师 我特别认可你说的这个 因为我经常面试各平台来的运营 很多号称是运营的 已经成熟的 可能两年三年的工作经验的人 你问他 你了解我的数据吗 他居然说 我看不到你的数据啊 所以我觉得他能够在上场之前的 前几十分钟 把数据筛出来 并且给到我建议 说建议我出圈 其实我觉得 我看到就第一句建议我出圈 我就觉得这个数据做的挺棒的 我给你打90分 真的特别棒 我刚才在他这做的这些表现 我自己有个堪比一下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离他的状态 表现 储备 态度 差太远了 差太远 对 差太远了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 来考虑问题 对于你来说 我觉得包括东东他们都很好 公司进入 可能让你短线内也会赚到钱 也会在这一个锤类的领域当中 提升你的能力 但是我始终认为 一个大学生毕业的三到五年 一定是要找到一个大的平台 把你的专业 把你的建设搞上去 哪怕你的钱赚的很少都没有关系 我特别认可莫凡的那段话 就是在你还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时候 先搞钱 你坐着坐着 你就知道 哪个行业更能够成就你 更热爱哪个行业 我也不认可 程伟老师说的 你要选一个什么大平台 什么叫大平台 所有大平台 都是由人来搭建起来的 但你在要赚很多钱之前 你要明白 你先要去帮助公司赚很多的钱 然后你才能够有很多的钱 就老板们可能真的段位太高了 我跟东东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摸爬滚打 白手起家 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们也没有特别 对 就是真的没有很高端 所以我给他最忠诚的建议就是 年轻人先去做 先脚踏实际的去做 别想着什么 我以后什么大厂吧 我行业 我到底会不会进错吧 先去做 你才知道错不错 先把一件事做成了 明迟 你也能感受到各位老板 对你是非常喜欢的 就像刚才杨总所说的 我们在他这个年龄 在干嘛 对 我们毕业的时候 我们脑子里边装的都是傻 就如果是我坐在这 这么久那都尿了 这帮人在这 屁啦啪啦屁啦啪啦就在这 真的 我希望现在正在看这个节目的 所有的大学生 不管你本科硕士还是博士 你好好看一看 你将来找工作的时候 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这是你们的榜样 对 为榜样点赞 我觉得在明迟的身上就看到了 当下一个优秀大学生 该有的样子和态度 你身上具备了很多 非常优秀的品质 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聪明 然后还特别善于学习 除了你本身的这个 学的专业之外 还掌握了很多的技能 所以我想对各位老板说 你们谁最终捡到了他 真的是捡到薄了 我相信 在座所有的老板 包括我在内啊 对你都是很感兴趣的 想一想要不要给他职位 好不好 来来到我们的决策时刻 留下 留下 退出 我留下 我留下 我退出确实没有港 我留下 我也我也缺有人才啊 我给你的机会 是我们的市场部的这个经理 直接经理 我亲自代交 薪资 一万七 给你的岗位呢 就是数据分析这一块 基本上也是我亲自在带 因为数据这一块也是我在把握全公司的数据 工资是八千 我给你的岗位是做电商运营 当然包括了数据分析 用户运营 社群运营 你的底薪是八千 加上我们的这个电商运营的提成 我打算呢 就是我们的运营总监带你 但是我想直接管你 他们这些岗位都给的很好 也很有诚意 但我想站在你的角度啊 给你做一做分析啊 你看你对自己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规划 感兴趣的或者有益于去从事的 是金融 数据和电商 能把这三个你未来职业生涯规划 合在一起去从事的只有投资行业 姜还是老的了 没有道理 然后我们也要做行业的数据研究和数据分析 同时电商是我们投资的主要赛道之一 这是第一句话要给你 第二句话呢 给你什么岗位呢 我想你这个起步的话 给一个行业分析员 行业分析员大概工作一到两年之后呢 是投资经理 投资经理之后是投资总监 再到董事总经理 再到合伙人 这是有一个成长的阶梯 这个厉害 然后假如说你做到投资总监 或做到董事总经理之后 说我想去创业 我们还可以投资你去创业 或者说你说我不愿意在投资机构做了 我要到你背头的企业去工作 你还可以到背头的企业去工作 还要人吗 我有点想去了 可以问个小问题吗 可以 我想问一下杨总 就是这个岗位的代教团队是 大概会安排一个合伙人带你 杨总的话我全部都同意 但是就一条 在投资圈里头 要想干成大咖 行业 资深的行业背景 所以第一步 卖出去应该更坚定器 你可以这样来我这工作一两年之后 建立了对行业的 跨行业的认知和分析之后 再选择到哪个行业去 而不是一开始扎到一个行业里去 一页帐幕不见森林 吓人了 月薪一万 然后的话工作地点 北京 合肥 青岛 深圳 都可以选 我们大概有十个城市 下面到我了 你来到我们这以后的话 肯定是我直接带 这是毋庸置疑的 给你的职位的话 是数据分析 也会有 然后的话 你对于这个教育辅导行业的理解 也会有 底薪是八千 我们这边绩效的话 大概两年之内的话 可以拿到五十万到七十万左右 那未来如果说你有 更好的想法 更好的发展 那我们后面可以分支 分裂到一些其他的项目 您可以自己去 独立带项目带运营 然后我们到时候 一起去找杨总那边要中资 好不好 挣钱的角度来讲 过去挣钱 今天挣钱 明天保证还能挣钱的行业 是最值得选择的 教育是一个 我再是一个 看吧 明时可能你现在有点乱 考虑一下 理清楚 给我你的答案 明时你的决定是 杨总 这个时候应该做个 什么动作 没有动作 没有动作 现在握个手就可以 对对对 东东老师可以握个手 特别喜欢你 你一定会 你未来一定会为你 今天的选择赶到焦 我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好 好吗 对 感谢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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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想了一想 可能自己未来几十年 在这些公司会干的什么样 然后最后觉得 还是在金融行业 可能是我最追求的 兼顾卓绝 最后可能可以成就大业吧 杨总他们这种做基金的 我这么说 什么人才没见过 他在杨总那边 你觉得他会成为 他这招的这一帮男人当中 所谓最优秀 最出类拔萃 即使是找一个合伙人 去带他 也会去 像我们 像刚才吕总这样的 这亲自去传帮带 这样的吗 真的不一定 因为他们基金行业 真的优秀的人才 不要太多 但没有关系啊 杨总也说了呀 他在这里干两年 三年就可以啊 然后出来再回到你呢 他出来之后会很厉害 只与高手过招 这是才给他的 职业舞台起步 他的社交界面是不一样的 他在阳守斌老师来的 整个的社交界面 是最好的 最顶层的界面 我也赞同 他选杨老师 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他其实心里面 还是非常想要 进入金融行业的 选杨老师 他最大的正确是 暗合了他心中 最渴望的那个行业 对 所以也不代表 他以后进不了 谁类的行业吗 对 其实啊 无论选择谁 选择哪个行业 都无法确保 他职业一定成功 但是我们可以给他 一个比较好的 综合性的起点 因为这个孩子 他很重要的是 他的能力和兴趣 是比较综合的 他假如说试试 我这确实 不太喜欢 不太行 我再给你们送过去 下边一个问题 杨总 我就把难度留给你了 如果说你觉得 要给我们送过去的话 吕总 东东 我这 你觉得你会把他送到哪 到那个时候 再根据他的能力 做评估 咱们再洽谈一轮 这叫老江湖 让我们来看下一位 求职选手的VCR 我是李飞翔 34岁 天津滨海人 我在生活中 是一个文艺男青年 我想寻找一份 左视频演员 或者助播之类的工作 这就是我家 我妈在家呢 在开个门 好像这么多 我们录这个求职高手 这是第一个 她家人 妈妈在 请进 你好 你好 这就是我的家 客厅这都是 有的是我的照片 这还有一把 多年陈锋的吉他 也不怎么谈了 这都是他 梁三四时候照的吧 家里可能 男孩多 女孩少 然后我们就 打扮在 可能像个小女孩 感觉他跟妈妈关系 特别好 是我刚才后台 看见了 妈妈还跟他一起来的 这两件就是 我在不同时候 可以随时换上了演出服 这还有 这有 这也挺有 个性的 这有的衣服 对 我也挺喜欢 给他买衣服 然后 演出服 妈妈好时尚 他跟妈妈一起拍抖音 哦 这个背景 星光点缀 是我平时 在录抖音的时候 抖音直播的时候 坐在一个背景墙 这边就是放一些书籍 这头我来 扎着 主要那洗 头没来几洗 平时造型都是 你 他也自己弄 自己弄弄好 我自己没弄好 大部分都 我就是跟着我绑 绑着弄着弄着 我耗死 但我果然有一点担心 不会是妈宝男吧 大家有没有注意个细节 他已经34岁 我想问一下 在座的34岁的男生 你妈妈会给你 像刚才那样 反正我 我可能到20岁的时候 我妈要是那么 拔了我头发 我可能就 抗拒了 对 挺难的真的 我88年的 就是我觉得都很难 和母亲女儿做到这样 更何况一个男孩 底下就是收藏了一些 因为我平时喜欢 桌游嘛 桌游你就拿 拿一部分就行 拿一部分就行 拿出来 你怎么没得拍呀 没得拍 拿出来 天哪 妈妈就连这个都在管 事无巨细 就是妈妈什么都管 为了展示你的那个 路出来好 为了展示 你好东西的 对吧 喜好东西 大家发现了没有 阿姨说的话比她说得多 哎呀 儿子平常爱喜好文艺 他从中国北洋学院毕业的 也经常表演 什么快板的也唱歌 我介入了我妈妈的婚姓公司 做这种主持 还有策划 然后业余的时候 接一些其他的演出 通过自己的白领 也介入了我们越爱新区的 最大的剧团 但是我比较欠缺的是 后期制作和 以及短视频演员这方面的经验 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改变 面对李飞翔的改造诉求 节目组也安排了专业的短视频老师 对他进行专项培训 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对短视频的定位你是什么 因为我本身也是小品货话剧演员 也是学表演的 所以想拍一些搞笑的 另外还有一些受益症能量的 一些感人的东西 我给你的建议是呢 就是更多的偏选要于生活化 更多的是跟你母亲 或者跟家里人去拍一些 偏选要于生活化的搞笑的段子 你可以先从这个方面去入手 特别内妈 有这个想法咱怕说不好啊 这个没事咱们就先磨吧 对不对 咱们呢现在可以根据 现在就是收获上比较流行的一个话题 催婚 咱们可以拍一段15到30秒 这段的短视频 您看您二位有什么想法 考虑考虑吧 15到30秒 怎么能够搞笑出来 快 要的是写人嘛 七零七零 你就给我那个词写了 你就蹦写了 就是你的词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再写了你 还不明白 就是让你的词写 时间差不多了吧 太长还不行了 这点没短时间 那什么意思啊 那什么意思你得呀 阿姨看起来还真有点强势啊 是的 不行不行 我感觉不行 不行 她母亲对于她的控制欲而言的话 会有一些沟通上是有问题的 哎呀 对 说呀 我说哎呀 演完了 你说呀 你还要 你录了吗 还被录了 录录了 哎呀 干什么呢 包橘子呢 嗯 橘子都是一半半的 嗯呀 可是有的人还是 自己还又忘了 其实她说 哎呀的时候 你应该去加一个话术 怎么了你呢 然后她才能抛出这个稿 这个其实就已经可以过了 就这么简单 来咱们再来一遍 咱们再来一遍 咱们再来一遍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哎呀 怎么了 这橘子都是一半半的 为什么你还没有另一半啊 这个行 就就就就就过吧 这个 就要这个吧 别别使 就这个吧 行就留这个了哈 这显然够胖的 离我那么近 远点近头 行 飞翔吧 我觉得第一呢 她首先沟通上是有问题的 还有第二呢 就是在演技方面的话 她比较拘谨 还有第三就是台词这方面 她说的一点都不够生动 我希望她还能就是说 有待去提高 她自己就是说 话术的功底 我觉得她应该是在 多去研究研究短视频 多看 多看别人怎么拍 她整个这个过程中 有离开过她母亲吗 没有 没有 没有离开过 对 和她妈妈在一起 是的 刚才VCR里头 看着都是她妈在那 母亲在那 全程指挥 对 我就特担心 我就觉得她是个妈宝男 我看着视频 我就觉得 因为我还是没有成长空间 她这样说法 我不认 别人骂 她有自己的想法 看了这段VCR以后 有没有老板 想要退出的 请举手 我退出 从头看到 也不是个滋味 就是一个人的成熟度 有时候以独立为指标 她的独立性 我们也看到 同时妈妈 过多的溺爱 会导致孩子 失去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找不到人生主张 因为我妹妹 她之前的老公 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 她洗澡 她妈妈可以进去帮她搓澡 最后我妹妹问我说 姐能要不要离婚 我说一定要离 所以我对妈宝男 尤其是我真的是 对这样的家庭 我是非常的抗拒的 那完了 他第一印象特别关键的 在我现场 特别想看他的才艺 请他上来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 来吧 请上来 好了 那我们下面就有请李飞翔 让我们看看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吧 大家好 我叫李飞翔 今年34岁 来自天津别爱新区 我毕业于中国北方体育学院 我曾经是一名热爱文艺的热血青年 现在在我们当地的剧团 是一名小撇话剧舞台剧演员 来到这里想要求得一份短视频 短视频演员 你看他肯定得磕巴了 得紧张了 其实呢 我就是跟他混轻 可能我就是 要求他可能高一点 其他 还有影视演员 以及幕后策划 或者制作方面的工作 谢谢大家 那既然你说你是一个 小片演员或者舞台剧演员 你现在自己能够在台上 给我们单挂一段 让我们看看你的才艺吗 单挂一段 单挂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可以跟人配合 来来来 我上去 我上去 哦 我记得你是 苏果先生 网上说我是德云社编外演员 但其实被他们开船了 飞翔 你考研吗 我对考研不感兴趣 为啥 我对艺术感兴趣 对艺术 艺术也有研究生 那这个艺术 我感觉 这个就是一种 舞台上的美的感觉 那跟学历扯不上关系吧 也得研究 研究 那一般人的话 你觉得 我就跟我们问 你研究过吗 我没研究过 你这搞技术的 怎么不研究研究呢 这个好像不搭边吧 你看 你看五二学什么呢 你觉得五二学什么呢 研究生 哎呀 我笑扔过去了 我觉得可以了 雪峰老师刚刚表演 让我觉得更专业一点的演员 就是因为他好像在回答问题的状态 我个人觉得在表演过程当中 你两个人如果配合的话 就是看谁能把谁配合到自己那个节奏上 我刚才是我的节奏 然后我希望把它带到我的那个瓶上 费侠 我刚才给这个保留了这个 这个机会 其实你的职业意向和我公司是完全不符合的 保留机会 我跟各位老板讲得很清楚 想让他们当面的 把你的这个精神面貌 和你真实的才艺表达出来 好不好 你放松 嗯 好吧 下面我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 您的艺术才能是一种勤奋换来的 学来的 还是天赋 嗯 可以说都有吧 因为我第一次登台是六岁 六岁就面对底下几千观众 嗯 我现场 嗯 对 那一次经历 我就是在舞台上就游热有余了 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 下面第二个问题 您的招牌是什么 您要拍短视频 就是往网红这条路上走了 招牌 把咱们招牌拿出来吧 招牌就是在舞台上撒花吗 撒花吗 你现在撒一下吧 刚才你没有撒啊 对啊 不是你你你除了那个 你还有什么绝技才艺 绝技啊 哎哎哎对了 对了 来来来来 欢迎啊欢迎 这绝火 大家来一个另类的演唱 来首时间都去哪了 嗯 换了 哎呦 哎呦 哎呦你看滑挡了 别动气啊 他那点太滑吧 滑了一下没事 嗯 嗯嗯 鞋子不行吧 嗯 可以了哎呦我 脸下了慢点 哇哥你不是唱吗 不行你 你们刚才刚才穿上鞋 那我拉快点不行这样 不行你 真的 要我不行我上去 这样有点杂固了 你你他到底要做什么 文签哎呦 单手俯卧生 不行了兄弟兄弟不免钱了兄弟 不要免钱了不要免钱了哎 你看好了地方 没能够好控制商业 那是谁那是妈妈吗 那是他母亲啊 是是是妈妈 是 我刚才在后台有见过阿姨 哦 那个你还是穿上鞋啊 滑可能刚才很不滑可能 不刚才练习了吗 那也是你让你试一下 好来现在准备啊 五四三二可以 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来飞翔你就在那唱 没关系 门前老鼠掌心羊 院里苦木又开花 半生存了好多花 藏进了馒头摆放 记忆中的小脚牙 柔嘟嘟的小嘴巴 一声把爱交给他 只为那一声爸妈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花了 柴米油盐 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 满脸的周味了 好好好 谢谢您 谢谢您 为什么早不唱歌呀 你如果刚开始出来这样 就好太多了 我看到压抑的爆发 压力的释放 是的 是的 我觉得啊 我觉得你特别棒 真的 我觉得特别棒 我特别佩服你 看得出来你平时有多努力 很坚毅 很坚强 现在呢 我开始理解他 为什么喜欢艺术了 因为我觉得你心里 是有压力的 所以你在通过这个东西 在不断地抒发自己 但我确实相反 我看到他在舞台上表现 我就在想 他是做专业演员的呀 这演出会给他付钱吗 你们会花钱请他演出吗 所以他这个 我觉得做票友是没问题的 自己喜欢自娱自乐 但真的这个才艺 搬到新媒体上 变成一个让他生计 养他的饭碗 我真的觉得是很难的 陈伟我跟你说啊 就是在全国 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 夜市上有人专门 弹节奏去唱歌的 原来是没有直播的 现在那个专闹 弹节奏唱歌的人 都是有直播的 都是有自媒体的 这可以的 我觉得你就可以走这个路啊 因为尤其是你刚才 唱完歌之后 就给我们感觉 其实你还是真的有才艺的 真是这样子 是有两把刷子的 可以不妨 找到你最擅长的那个事情 然后坚持把它做下去 通过新媒体的手段 让更多的人去认识你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变现的方式 我觉得很好 也想过 但是考虑到自己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的演出 还有剧出来方面的事情 你上一次演出啥时候 上一次演出就是 三月份的时候 你上次演出都三月份了 你还在考虑他吗 你四月份可以做 五月份可以做 你没有演出的数可以做呀 他是想维持他艺术家的地位 对吧 你是说有思想包袱吗 也不会介意 不会介意 我真的忠心的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 你可以回去试一试 真的 我看你34岁了 然后刚才VCR 我看你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然后你的这个简历当中 截止到2017年以后 就没有再写你赚过的钱了 你大概凭借你自己 能有多少收入每个月 这个按道理说 并不确定 那你大概有一个 我觉得大概的数 大概应该是 不是数量级嘛 大概挣多少钱一个月 对我特别好奇 就是一个数 比如说大概是多少 大概应该是 也得是 应该是也得是 五六千吧 这个太低了 对 是吧 这个太低了 你得首先要有突破 是吧 很多时候放下身段 其实对他这答案我挺不满的 他34岁了 比我大一岁呢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一个顶天立地的老爷们 坐在这里 我一个月赚多少钱 我大概一定是 有一个估量的 有点唯唯诺诺 我的感受是 我觉得这个反映了 一个职场里的 表达力的问题 我觉得你一定要 注意一下飞翔 你要准确地说出数字 快速精准地 给到各位老板 你的答案 我们才艺该展示也展示了 该聊也聊了 那么各位老板 给你们十秒钟时间 看是否要改变 自己刚才的决定 好吗 来我们来到 我们的决策时刻 那么我们刚才 刘东的两位 陈维总 你是选择退出 还是留下 我选择退出 最后一位 吕总 你是选择退出 还是留下 飞翔 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公司没有 适合你兴趣的 这个职位 那么是我把你 这个勾引出来 让你把才艺展现出来 因为我本人特别佩服 像你这样的人 为了艺术而坚守 特别佩服 但是我觉得 我们可能真的要客观地 去评估一下自己 不是说你该不该干这行 我觉得你一定要坚持地 干这行下去 但是你的才艺上头 搞艺术的人 就是一招先吃变天 你必须有一个自己 非常突出的 独特的特点 好 所以说 吕总 你最后的决定是 退出 退出 好 我可以说话吗 我是她家长 你好 你好 今天我来到你们现场 也很激动 也骂孩子呢 也是可能也有点紧张 今天每次我们演出 也总演这个 就算那个 佛伙场那唱歌 基本上没有史乌 今天可能也是 你们刚才我也在后台上 听到你们说到 那个孩子的骂宝行 可能是我感觉是 确实有时我呢 他跟我搬混轻 有时也 干一共 也是 我们现在也干一共 什么卷魂卷物 各方面都去参加 他这个对钱呢 也没说太多的计较 就是这意思 飞翔阿姨 那个因为我们平时 也是做短视频 您和孩子真的 认认真真考虑一下 刚才我给他提的 那个建议 真的可以在夜市上 去架一个这样的一个直播架 然后给孩子放两个手机在上面 真的 你慢慢慢慢 你的粉丝会长起来的 好不好 对 然后我们感谢飞翔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感谢阿姨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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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